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中国的深山里面 有一个地方西藏人相信有神迹 那里被群山还抱 外界难以干预 形成一个信仰的堡垒 中国政府正实行一项政策 优化这个藏民的信仰圣地 我们在努力地改变这个 从经济扶贫以后 开始推行经济文明双脱贫之后 在这里政府管治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界线 正面临考验 今集我们会探讨这些发展 通过这条狹窄的山路 可以上到海拔四千米的高地 路的两旁 满布着一个个佛塔 远处可以见到一个珠沙红色的牌坊 这个牌坊分隔开世俗和信仰的领域 这里是四川的拉荣寺五名佛学院 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 里面有一万个僧人在学习佛理 他们不论男女都是抱独身主义 将一生奉献给宗教和佛学 在大殿正中央的当眼位置 挂起了一条戒条 这条戒条是由曾仁俊美彭措所立的 他被认定是由近一百年前过世的高增 索甲转世 1980年 尊美彭措在这个放梁的藏文佛教圣地 建了一间简陋的房屋 随后其他僧人加入 成立了拉荣寺五名佛学院 这座学院逐渐变成一座信仰的宝女 在现今中国身为罕见 在下午几百个僧人齐集在大殿前的大院 这是辩论训训训训训课程 一众僧人会从中辨明佛教思想 再想想 以一个花瓶作为例子 如果一个花瓶不是无常 而是痛苦 那会不会令它 不再是无常 我同意你的说法 我们第一个接触的是 这位住在小屋的僧人 他叫刺丹遁珠 他在这里过着简坡的日子 已经有十七年 我一个人住在这里 所以已经很足够了 此单每餐只是吃饭和菜 不吃肉 因为佛教教条中 教人要怜悯不可杀生 他会读一段关于个人奉献的经文 七千次 然后再冥想佛教的学说 然后再冥想佛教的学说 我现在学习中要对所有有感觉的生物 都保持着责人之心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觉醒 我学的这些东西 都是来自佛经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可以做到僧人 但是我不会就这样就松懈下来的 我要好好地继续学习佛学 再传扬给其他人 这个是佛教徒的做法 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最神圣的 拉荣子其中一个角落 有一间庙 来自中国各地的佛教徒 都会来到这间庙 气球可以转世到乐土 这位女士由二千公里外的北京来到 为她的家人祈福 我希望她的生命长一点 然后能多了解一些佛法 然后哪怕就是真的有结束的那一天 有一个好的来世 西藏佛教说 佛的測忍之心 可以普渡众生 他们相信众生会经轮回 然后重生 每天都有人 从西藏不同的地方 将去世的亲人 送到拉荣子的脸房 送到拉荣子的脸房 真人重经 祈求佛祖救赎的声音 此起彼落 为死者重经之后 家人会将遗体送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举行天葬 那里是连接现世和往生的地方 那里是连接现世和往生的地方 做最后准备 那里是连接现世和往生的地方 那里是连接世和往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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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里是连接世和往生的地方 他也会连接世和往生的地方 真人会用麥克風解釋整个过程 这个过程 真人会用麥克風解釋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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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或者说他自己也能够 保 这是一种不失 这样对于野生脱救来说的话 他们也能够保足 对吧 这个亡灵同时积累了很多很多的 善业 他们 基本上因为他们相信前世后世 他就知道灵活已经出来了 因为他知道这个人跟我还会重逢 还会有重逢的那一天 天壮师准备最后的诵经 天壮师准备最后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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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雷池》是赤丹过去一年来 第一次回家 她的家在4200米高的山坡上 她是家里的大小孩 下面有八个小妹妹 最小的妹妹玉树 对于大哥虔誠奉献宗教 觉得很自豪 池丹另外两个弟弟 都出家做僧人 你的儿子做僧人 你开不开心? 当然开心 你开心了 有了 早先喝了 早先喝了 吃牛油和其他素材 我们不会杀食动物 吃肉是罪过来的 刺丹的妹妹玉树 读书成绩优异 家人买了个单车奖励她 是她拥有的第一架单车 而刺丹就送了一张 争女卡给她做护身符 我可不可以锁个洞 挂她在单车里 他把城里帮我倒进一张 别弄破一张争女卡 引青 wouldn't party stick 看看 对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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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中国政府突然展开拉荣子的优化工程 佛学院内不同的地方都被拆射 你们的房子原本是信佛的僧人住的 他们都是藏族人 你们工人受拼于政府 日身有四十五元美金 有传闻说 梨里面有尼姑自杀抗议 没什么说话 他们要拆不拆也拆 就我们老子要他们要拆多少要拆 我们也没办法 就是我们是出家人 没办法 出家人就不能说话 这个没什么 都是无常嘛 这段影片是由一些被逼迁的尼姑所拍的 这段影片是由一些被逼迁的尼姑所拍的 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哭 有接近五千個弟子被迫離開拉榮寺 優化工程在山邊開出了一大片土地 我們再去到次丹住的地方 裡面已經住了另一個僧人 住在拉榮寺最長的僧人 會被要求聚先遷離 你責任他就不回來了嗎 責任回是回來的 有時候也回去 有時候回來一遍的 但是這幾年來的還有點少 他為什麼不能回來 這太難受了 我不是在這邊 行噪摘西是留在學院的年輕僧人 我們問他關於拆遷的事 現在我們走著一個中間的路 比較中間的路 如果我們做多了 說多了廢話 然後聽多了廢話 這樣的話 會有影響的 拆遷已經拆到扎西間屋外面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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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是民主和平等的主要倡導者 這些人主張每個人都是生而平等的 他們都很努力地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 而他們所說的話 和佛教的教義都很相似 有異曲同工的感覺 這就是一種我們藏族的古文 就是這個 現在很多人不會唸 現在很多人不會唸 不然字體有點不一樣 所以 這是以前的古文 他會講解一些經典的經文 然後發佈出去 我們要了解佛教的教義 佛教教導我們在生活上要遠離極端 還有要保護環境 做人要知足 我們要謙卑地生活 用的資源要越少越好 我覺得宣揚這些學算 可以貢獻現在的社會 是有益的事 這些學算可以幫助我們解決 很多今天我們正在面對的問題 可以看到山上出現了一個明顯的改變 就是政府當局樹立了一個新口號 它是咱們國家的 它是宗教信仰自由 咱們這個 跟著咱們這個現行政策 它是 在我個人理解來說的話 應該是不衝突吧 就是說是 老百姓吧 它是說是 宗教信仰 也不就是 不是說是咱 咱們就是說是 那個什麼什麼 整天頂你摩拜也好啊 怎麼怎麼 它也就是 咱們所說的一種那種 精神寄託吧 就是說是 好像是 就是說有些老百姓 其實他自己也不是特別懂那個宗教 咱們就是說在努力地改變這個 就是說從咱們這個精神扶貧以後 咱們開始推行 咱們這個精神文明雙脫貧之後的話 當局將優化工程 推廣成政府扶貧政策的一部分 中國政府在西部貧困地區 每年投放近550億元 他們在4000米高原上 興建了一個機場 西藏高原原本被群山包圍 與世隔絕 但是當局在這裡擴展高速公路 令這裡變得容易出入 以前要花一個星期才可以跨越的山 新隧道將行程縮短至15分鐘 政府同時將西藏的遊牧民族 安置去集中的村落 當地政府叫這裡做脫貧新村 這裡有117間西藏風格的房屋 全部由政府出資建成 也就是我們這邊的 比如說我們這邊高原的老百姓 就比較缺乏內心動力 然後我們在這邊打造這個新村 然後讓貧困富搬到這下面來 然後讓他們又在公路沿線 能夠得到產業發展 然後得到一個穩定的持續性 這樣可以激發他的內心動力 這裡是一個72歲的牧民 在新村的家裡 他按照當地政府的要求 從山上搬到這裡居住 政府安排他做看僱 每個月可以賺到三百多元人民幣 共產黨幫了你,是不是? 你有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照片 掛在牆上 你是不是很感激習主席? 是的 我很感激共產黨給我食物 還有給我三個帳 所以我家裡放了很多照片 這些都是領導人的照片 我掛他們在牆上 是因為我想表達 我很感激黨對我的照顧 為了同化藏文的生生代 和改革藏族社會 這些講慣藏語的小朋友 在學校要學中文 一間學校 扶設宿舍 全校有480個學生在這裡寄宿 過著有別於藏文的傳統生活模式 他們跟隨著黨的指示 被灌輸愛國主義 這裡的學生主要是來自二十五個地區 他們的家裡都是一些農民 或者是遊牧民族 為了他們的將來著想 他們會接受一些道德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教育 我們會透過優質的教育 幫他們建立一個穩健的基礎 或者是咱們在京東國建立以來 咱們就逐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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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制律於改變老百姓的思維意識 讓他們有更開放的思想 去了解咱們現在的社會發展 從咱們的思想上想的就是好的 不是那種以往的那種什麼 迷信也好、落後思想也好 就是這樣 就出於這麼一個目的 僧人彭曹澤西和當地居民 討論西藏人的未來 我們西藏人都是成全了我們祖先的骨和血 語言和學問是支持西藏文化的兩個主要支柱 請你說一下我們怎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無論是我們西藏人的文化還是語言 都面對著很嚴峻的考驗 導致今天這個情況的原因有很多 如果大家都認同現在的情況是嚴峻的話 那我們就不可以再坐視不理 我們不可以只專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 為了保育狀語 整個地區都開設了一些獨立學校 為了保育狀語 整個地區都開設了一些獨立學校 我們在學校的學校 扎西擔任其中一間學校的老師 如果你們每一個人都成功 那我們的社會會怎樣? 我們就會有一個很光輝的社會 大家明白嗎?明白 就是說,假如你們個個都好好讀書 熟讀課本,你們的人生就會更加豐盛 那我們就可以建立一個更加強大的社會 後果教導狀語 那榮子的僧人希望 可以維持狀文字字的局面 我做的,我做的,我做的 那些小朋友,因為在學校都是學中文和英文的 所以,他們狀語的水平就變得很低了 有些小朋友,簡直不懂得說藏語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來上課之後 他們的藏語可以有明顯的進步 這方面,我們有很高的期望 在那榮子五名佛學院的入口 有警車停泊在這裡,監察著出入的人 而在佛學院正門附近,樹立了一塊告示板 告訴人家政府的規劃藍圖 為了將佛學院打造成一個旅遊景點 在中心的位置,會開拓一條大路 另外,還會在九條樓梯上山,俯陷整個山谷 未來,佛學院會開咖啡店 吸引外國遊客 興建遊客區的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 越來越多遊客,由內地其他地方 來到這裡參觀 你對他那個上升,合計較有興趣 你對他那個上升,合計較有興趣 你沒太大了解 對這兒印象你沒有 很美 我覺得是不一樣的那種美 但是,開始出現男女憎人 和遊客之間的不愉快事件 要什麼? 男人要打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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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打人嗎? 一個藏族僧人 向一名內地遊客發思他的不滿 這個中國遊客受了輕傷 他要打人嗎? 雖然事後打人的僧人 向那位遊客道歉 但是因为违反佛教戒律 最后他选择离开佛学院 一位佛学院的高僧 曾经向学院的僧人 说过以下的一番说话 或者我们都希望 我们可以做一些事 但是其实我们没有事可以做到 所有掌权的人 都是站在灵一边 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也是所有人都明白的 我们可以做的 就只有忍受这种情况 任何有感觉的人 都可以看到现在的情况 一如以往 我希望你们可以抱持忍耐的心 扎世来到一间 卖佛教用品的商店 没有了 这里没有了 这里没有了 你要找什么 找一个 爸爸给我说的那些佛具 用没有没有 帮我选择我刚好用的拜佛用品 和买佛经来给我 扎世最后一次探父母 他们叫他买一些拜佛用品 用来祈求灵魂可以转世 我念那段有一百个阴折的经文 有一百个阴折那段 是 是 不过他还没买这些用品 他爸爸就过了世 三个月之后 他妈妈也过了世 扎世在他父母过世之前 已经事先和他们商量好 身后事的安排 我父母生前 已经得到佛教的教导 所以在宗教的角度来说 他们已经获得善忠 我爸爸是以土葬的形式安葬的 而我妈妈就早就说了 希望可以在拉荣寺那里天葬 所以我们都依照他的意思 将他的遗体欠给小鸟 那我们就帮到很多小鸟 对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来说 人生在世的价值 在于他对其他事物有没有贡献 这是我妈妈的选择 那永子的另一个僧人刺丹 已经没有再留在佛学院 那他去了哪里呢 那永子被拆迁后两年 我们去了他的老家 回来了 是的 要离开佛学院 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我很伤心 因为老师和其他僧人 已经像我的家人一样 要离开他们 对我来说 是一件很伤心和痛苦的事 那你自己有没有继续修炼 有 有 是的 我有自修 不过可以做的也很有限 自己一个人 只可以种下经 和自修佛经 在他家的墙上 挂了一幅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照片 摆放的形式 仿效佛教摆放僧人的肖像 和按照西藏的传统 用一块纸布遮住 台湾那个 就是台湾那个 像台湾的 对 刺丹的妹妹玉树 在读六年班 两年前 他和传统的西藏女孩子一样 穿传统服饰 帮家人放蜜牛 但是现在 他的外表和习惯都不同了 好 因为他经常看书 所以要戴眼镜 要不然 事力就会越来越差 现在他就只是上学了 他喜不喜欢读书 还有没有帮家手 没有帮 是 玉树的学校和他们说 学中文有助他们上高中 和找工作 到了放寒假的时候 玉树会去另一个镇 学中文 这个冬天 他会去识达园 那里会有一个老师 可以教他中文 到时 你会不会挂着家 会不会 不会 不会 这一年 最后一年的春天 玉树就会升初中 他读一篇货文 给我们听 篇文是关于生活在现今 中国社会的规范 他们皮皮要好 皮脂要好 从山里面出来 一位美丽的姑娘 金金红色的 头发一只 抓三道 脚干 祝我们幸福 请你告诉我们 幸福是什么呢 你们三个都明白了 幸福要靠劳动 要靠很多 尽自己的义务 做出对人们要 做出对人们要义的事情 扎西后来也离开了拉荣寺 去到600公里外 清海省的西宁市 这个城市有接近200万人口 到处都充饰着汽车的喇叭声 和嘈杂的人声 你好 你好 他是突然收到指令 要他离开佛学院的 他没有详细交代 后来发生的事 我离开佛学院的时候 我在想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回去呢 我希望我可以回去 离开的时候 可以说是百感交集 很难 用言语来形容那时的感受 扎西可以回去佛学院的机会 似乎很渺茫 在佛教的角度是这样看的 世界上最强的力量 就是我们人的意志 如果你很肯定一件事是对的 你就要想尽办法去完成这件事 而你最后总会找到一个方法 是很厉害的 2019年1月 将那泳子 改造成游客景点的工作 继续进行 为游客而兴建的楼梯已经建好 一堂相信是住宿用的大型新建筑 亦即将员工 这儿会不会是救物中心呢? 这堂正在建的建筑 看下像是一个商业设施 至于神圣的天壮场地 西藏人视之为今生与来世之间的桥梁 这儿已经完成改造工程 吸引了不少内地游客来到 这个近一千年来 受虔诚教徒保护的神圣地方 在短短三年间 就被打造成旅游圣地 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会不会被一个国家的规划 彻底改变呢? 没有人知道答案 夜幕低垂 这个藏族人的信仰圣地 就沿没在文明的灯光之下 不愿意 就是此诚 出品者的信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